叙利亚局势紧张,美俄都开始实施空袭,外界预期维绕伊德利布的决战已经来临,而决战的主角就是美俄,美俄是叙利亚局势的决定性因素,但是其他国家的参与,外部因素的影响,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 俄罗斯积极争取伊朗、土耳其、中国、印门、黎巴嫩等国家呼地区的支持,同样美军也在积极准备,在拉拢美英法的同时,积极动员德国加入阵营,支持美军行动,军事专家指出,目前介入叙利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了十个,一旦局势失控,很可能引发的大的战事,专家指出,决战来临。 形势很紧张,切实需要加强风险管控,大战在即,美国内部陷入混乱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使利亚决战来临,但是白宫内部却开始,为了11月份的选举开始了激烈的内斗,该网站认为,特朗普遭遇了激烈攻击,甚至精神病的说法都来了。 另外白宫内部针对特朗普的艳星风口被丑闻还在猛烈攻击,铜俄门还在发酵,特朗普陷入了巨大漩涡,美媒指出,特朗普希望在叙利亚大干一场,但是内部的分裂和白宫的乱套让其左右为难。 大金社指出,特朗普陷入危机,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始犹豫不决。 这对于美军应对已经拉开序幕的叙利亚决战,显然是非常不利的。 困难时刻,向来反对美军出兵的德国突然改变了态度。 这个对于美军来说绝对是一个大的利好。 俄罗斯塔斯社9月10日报道,德国军方表示一直在准备加入美英法阵营,为美军空袭叙利亚出力。 一旦需要甚至可以考虑派出地面部队,事实上,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表态,坚定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。 现在德国突然反悔,表态愿意加入美英法阵营,为美军在叙利亚的决战提供帮助。 显然是给美国的最大支持,以前德国都是明确表态,不会参与美军叙利亚军事行动。 这次突然变化确实很不寻常。 美国赢得了德国关键支持,让中东局势瞬间出现大的变化。 毕竟德国收集第一经济强国,虽然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不如前,但是其还是能够在经济上给予美国阵营很大帮助。 德国变化影响中东大局,伊朗率先出招了。 根据报道,伊朗国防部长哈塔尼,在叙利亚决战来临的时刻,突然做出关键决定,那就是率领一个代表团,对华进行了或次访问。 俄专家比特列夫分析认为,在叙利亚最为敏感的时刻,伊朗国防部长没有参加俄土一三国的关键会谈,而是直接访华,透露出了一个明确信号,那就是美军搅军叙利亚的真正目标可能是伊朗。 专家分析认为,在美军利用叙利亚,拖住俄罗斯的情况下,中国的态度对于伊朗至关重要。 军事专家指出,白宫内乱升级,特朗普犹豫不决,德国高调军事介入,伊朗来华球员,让地区军事变得更加复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